阮小怡和日本艺人和全素杏 这一位香港开电视 拍摄全新节目《走云传香港》 两位之前已经在电台合作过 自然就默契十足了 小怡还说和外籍男士特别有缘 又带着Sogo先生很有幽默感 到底小怡想暗示些什么呢 我记得当时看了一些看相 都说我如果和外国人的异性 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 但是我现实生活里的感情 又没有试过和外国人的 原来有时候那些所谓的桃花 是落在工作那里是可以的 爱情这件事很难说的 说暗井窗内会发展 我明白的 什么事 但我一定会拒绝的 除非… 除非你是别的外国人 这是官方的说法 女士感情的事很难说的 很容易说的 看样子就知道 怎会难说 看样子就知道 就知道 你不适合我了 你放弃我吧 哪方面 你放弃我吧 哪方面 很多 我不要 我怕一会说完 一会你没心意开工 我会改 没用 看样子很难改 梳哥先生看来相当欣赏小姨 当小姨说到疫情之后 很想去日本旅行 梳哥先生立刻举手自战做渡游 但小姨似乎感受不到这份爱 竟然说既然是这样 不如顺便拍个节目 那直接开一个节目 叫做同居关系 我到时去你家住了 因为我没试过 跟一个日本人一起生活 究竟他们的屋 他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怎样做事的呢 怎样对朋友的呢 这个挺好玩的 好idea 是啊 你一起去同我家 是 这个idea买不买 买不买 买不买 如果买不买 我们就把这个盘子售 然后就拍得到 是我们的这个招 不准抄 有机会真是结婚的 不要紧 结婚可以离婚的 小姨老友金刚 前排宣布 跟女友梁环菲分手 小姨都说有关心过对方 不过感情的东西 她就说不敢问太多了 虽然我有见过娜娜 我也觉得娜娜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 如果她们能够再走下去 我都觉得挺合适的 但无奈有时缘分的东西 这一刻就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 遲些一日子不知道 到时再算 是 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 都是仍然有机会 是… 女孩不停被人追 那个感觉很幸福 你保持住 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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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只看她们做访问 都已经拆出这么多火花 就可以知道她们在节目中 会有多少少料出现 那 那 好